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给我们看到耶稣正在走向荣耀的十字架 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 这个十字架就是光荣是荣耀的一个标记 那么十二章是很容易的 因为十二章里面总共有四个的故事 或者是四件事情 那这四件事情是今天值得我们来思考 因为这四件事情都是强调不同的东西 但是却是亦被耶稣丧失之架 第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拉撒路 耶稣是拉撒路复活的 所以拉撒路跟玛利亚马达 他们三兄姐妹 他们三位兄弟姐妹 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然后这次就讲到玛利亚 为耶稣抹香膏 就是用香膏抹住 第二就是耶稣就取得离居 进入了耶路撒冷 当时就轰动一时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讲到 这个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 他就不能够借助许多的子力来 然后第四就讲到信与不信 当时很多人看到 这个拉撒路的神迹 耶稣也透过这个麦子的故事 告诉了当时的犹太人 有一些人就因着拉撒路的事情 也信了耶稣 也信了基督 但是却有一些人他就不信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有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进入跟深入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到十一节 总共有四个人物 这四个人物 他们怎么样一备自己 来迎接这位荣耀的王 怎么样为主耶稣的荣耀来走一备 第一节说 一月节前又热了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那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 研洗马大事后 弟兄姐妹 你没有看到 马大是常常是事后耶稣的 然后拉撒路也在那里 同耶稣作戏的人中 马利亚就拿着一斤即贵的真拿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高的香气 然后这里说 有一位门徒 这个门徒是谁呢 这里就说了 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家类人犹大 所以就这里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迹穷人呢 他说这话 圣经就讲解说 他并不是挂恋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 这里就很清楚讲了 在门徒当中 犹大是管钱的 而且他常常在钱财方面 有不干净的手 因为他从其中起的 那耶稣说 犹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地存留的 可见呢 玛利亚已经有 感受得到 耶稣有一天 他不能够再见到耶稣 可能耶稣要牺牲了 第八节就说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单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使你所复活的 拉撒路 所以我们看到了 拉撒路他复活之后也吸引了不少人 对不对 第十节说 但祭司长上义 连拉撒路也要杀 你看他们 要杀人灭口 耶稣也死到拉撒路复活的 是一件好事嘛 一个人死的 耶稣死到复活 反而这些祭司长 你看这些宗教人士 太糟糕 他们要把拉撒路杀死了 就是杀人灭口 杀人灭口 把见证 把这些证据 都把它涂抹掉了 这个是当时的祭司 那种内心诡杂的那种的想法 那么十一节说 因有好些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看 因着拉撒路的见证 有人信了耶稣 所以祭司长 他们本该高兴 因为有人信了耶稣 有人信了弥撒亚 有人愿意来信耶稣 但是他们很生气 他们觉得这是不行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故事当中 基本上有四个人物 哪四个人物 弟兄姐妹 你要猜一下吗 拉撒路 马大 玛利亚 还有呢 犹大 这个犹大 然后我们就进入一起来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 拉撒路 在第九节都有行的说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然后呢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 祂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了 看到呢 在这一章拉撒路复活之后呢 哇 他的生命 他这个经历神复活的生命 吸引了好多的人 当然在当中 有的人是好奇的 好奇想要看看 拉撒路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 在十一节说 因有好些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弟兄姐妹 这些犹太人 肯定是 有些可能是文师啊 可能有些是宗教师 他们回去去思考 思考 思考的时候 发现 不对劲呢 耶稣怎么会使人复活 他们可能因着这个情况底下 就信了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拉撒路的生命的见证 他这个复活的见证呢 就信了很多人 因为在当中 有很多的人是 亲眼目睹 这个神迹的发生 因为他们知道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已经埋葬在坟墓里了 所以他们亲眼看到 如今他们不能不信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一个 经历神的生命 一个有复活的生命 是可以信人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我们经历了 耶稣基督的翻转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一辈为主耶稣基督 荣耀来一辈的生命 因此我们的生命呢 可以吸引很多人 即使你不需要讲任何的话 你不需要开口告诉人 福音是怎么样怎么样 人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 感受到神的能力 人看到你 当人们看着你 他们知道你 是一件事 就是当人看到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神迹 因为很多人认识你 可能过去 你是一个毒徒 可能你过去 你是一个吸毒的 可能过去 你的生命非常糟糕 可能过去 你是很落魄的人 可能过去 你生意呢 完全的失败 你欠债等等 后来你信了耶稣基督 哇 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 帮助你生命翻转之后呢 哇 很多人可以看到 你是不一样的 你就为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来预备 因着你的生命 许许多多人 因着这样呢 就被吸引来到耶稣的面前 阿们 第二个人就是马大 那第二节说 有人在那里 给耶稣预备 言习 马大事后 我们看到呢 这段经文 我们了解 马大是一位 不会静下来的姐妹 对不对 他常常都是服侍 服侍 服侍 他总是经历服侍 那当然是好的 他的服侍呢 其实要能感到舒舒服服 能够好好的听耶稣基督 在教会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的 弟兄姐妹是这样 他们常常服侍 中弟兄姐妹 确保教会的聚会的遗址 排的整齐 教会的环境 是干净的被打扫 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 总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 是你看不到的 我们真的要感谢 在背后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人排椅子 没有人打扫的话 每一个礼拜 机会藏手的椅子 自当的耳栏 就会排得干干净净 整齐吗 我想都不会 乃是背后会有人在服侍 但是呢 服侍 努力的服侍固然是好 但是我们需要您摆一样东西 努力的服侍呢 切不能起得耶稣的爱的途径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要服侍 我们要不是神 同时也要花时间 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或者跟我们的上帝 有相交团契的时间 我们不要一味服侍 一味服侍 服侍到呢 跟人的关系就不合 我们需要平衡的生命 所以玛大的生命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是一个 Diligent Serving God的一个生命 殷勤服侍神的生命 但是呢 我们也要呢 也有玛利亚 这样的一个元素 在我们生命 是有一个平衡的生命 好 我们第三的人 我们来看 就是玛利亚的 那玛利亚 在这段经文第七节有说 耶稣说 由他吧 他是为我暗藏之日 存留的 那我相信呢 玛利亚呢 为什么用香膏母耶稣 当时玛利亚呢 就打破了 这个真拿达香膏 按照圣性的 这个学者来说呢 这个真拿达香膏 是当时的 这个还未出嫁的姐妹 他们三十两银子 这是当时人的 一年的收入 一年的收入 比方说呢 你一年收入 一个月收入 你是两千块马币 对不对 可能是两万块台币 或者是三万块台币 那这是你一年的基础呢 就是三十六万 或者是我们马币呢 就是这个两万四或者是三万六的意思 那么就是非常昂贵的这个香水 香膏 这是通常是他们存留下来 我要出嫁的时候可以用的 但是呢 玛利亚呢 他怎么样呢 他为了表达耶稣基督恩待他的家 耶稣这么爱他们这个家人 也使他的兄长呢 拉撒路复活 他为了感恩耶稣基督 我相信的 当时呢 他也可以感受得到 可能神的灵 向他感动他 向他说话 他灵里面开始有灵类 他知道呢 耶稣可能要牺牲的 所以呢 玛利亚是一个灵里灵类的人 Her spirit is very sensitive 他的灵是非常灵类的 他知道呢 所以他就赶紧的抓紧时间呢 来告耶稣基督 为耶稣基督牺牲的事情呢 来做一个表达 来做一个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常常灵类于圣灵的工作 我们才能够知道 什么时候 圣灵要做什么事情 耶稣基督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这是犹大 犹大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 我们来看 第二节说 犹大说这话 并不是挂恋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前行 长期其中说出的 我们看到呢 当耶稣 马利亚以高优来表达爱心的流露的时候 犹大应该是要高兴的 但是他反而没有高兴 他反而不欣赏 反而还讲难听的话 他说何必这么浪费呢 何必这么浪费 他不如把这个钱 周期穷人不是更好 但是呢 表面上是这样 这个犹大表面上是讲到很多的道理 其实他的口不对性的 他不是固恋穷人 他是固恋这个钱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圣经已经醒了 他是一个贪钱的人 他常常偷钱 我们相信 耶稣到处去传道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奉献 一定会有人在财务上 赞助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 对不对 那犹大是财政来的 犹大是管钱的 但是呢 犹大常常在当中呢 就四字的拿走 所以犹大是代表属事跟犯罪的人 他对属灵的事情 他没有兴趣 一窍不通 他不懂得欣赏 他只懂得常常是批评的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四个人物里面 有拉撒路 马大 马利亚 跟犹大 他们对耶稣的爱 都有不同的反应 对不对 我们来看 拉撒路是什么呢 拉撒路就是流露出一个复活的生命 马大呢 是一个流露出一个应勤服事神的生命 马利亚呢 却是流露牺牲风险的生命 我们看到 马大 拉撒路 马利亚 这三个生命的元素成分 都应该拥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唯独 这个犹大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拥有 因为犹大的生命 是一个呢 属世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三个人的生命呢 他们不需要做些什么 他们不需要讲很多东西 在他们生命 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已经是一个见证的 带来许多的影响 Bring impact to others 他们的生命当中 人就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生命 是有耶稣的版样 在他们的里面 好 所以我们这里说什么呢 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 不在于说些 或者说了什么东西的话 而是在于四级行为的表现 所以一个基督主的生命 你不需要讲太多 讲很多东西的话等等 最重要的是四级的行动 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说 牧师我不会祷告 你们祷告这么漂亮 你们的词 那弟兄姐妹其实祷告 你的词漂亮不漂亮 那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这是你的生命 有没有把神的话语 四级的活出来 那是更重要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呢 就是十二节到十九节 就是为荣耀 异备的王 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呢 是为神的荣耀 而异备的一位王 那这个王是怎么的王呢 好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第二天有许多人 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降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众书之气迎接他 喊着说 和撒那奉主明来的 以色列王是应当称受的 注意这句话 奉主明来的王 耶稣得了一个离居就起上 如经上所记得说 西安的名啊 不要去怕 你的王 这里有讲过 你的王 起着离居来 这些事门徒 起先不灵百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 才想起这话 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的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女复活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一听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 就去迎接他 法利塞人彼此说 看啊 你们是徒劳无益的 世人都随从他去的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 法利塞人很不爽 因为他很多的门徒呢 也跟着耶稣去的 可能有些也信了耶稣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呢 福音书里面 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 是无数次的 对不对 已经好多次 但是为什么唯独这一次呢 耶路撒冷 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吸引了那么多的灰重 而且是很隆重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的隆重呢 其实他的背景就是 因为耶稣刚刚才在波达尼 使拉撒路复活 所以而且的波达尼 离开耶路撒冷不远 才六个公里 六里这个路程不远 所以这个消息肯定会传到耶路撒冷去 就轰动一时 所以很多人就想亲眼目睹 这个耶稣是谁 所以听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了 大家就开始的要拥戴他为王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百姓有一个期待 因为他们是被罗马统治的 所以他们内心都一直想要有一个王 起来拯救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三节 这些人听到耶稣来的时候 就拿起宗书之来摇摆 然后就喊 厚山厚山厚山厚 祝主民来的 以色列王 你看从这个字里面 宗书之是什么 宗书之就是好像迎接大人物 你看就是有时候一些总统 有一些严守 首相来到一个国家拜访的时候 他下飞机的时候 就有许多的百姓 或者是一些军兵 或者是排成一个行列 就拿起这个旗子在那边摇摆 当时是用宗书之 所以他们迎接耶稣的时候 好像迎接大人物 金王 ņ 或者是打仗凯贤回来的将军一样 所以可见 他们要拥戴耶稣为王 而且他们也喊着说 那么这个意思 在言闻的意思 是一种祷告的护求 就是主啊快来拯救我 这是上帝求祢救我们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他们要传出的信心是 耶稣你来 你救我们脱离罗马的前世 可见耶稣在大众的眼中和心中 他就是他们所期待 所期盼来解救他们 在政治上的势力解救他们的王 第二点 耶稣虽然他是以色列的王 但是他不是在政治上拯救百姓 他却是在灵里面来拯救百姓 所以耶稣来到耶路撒的时候 他没有骑马 他只是取离 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说 这个西安的名不要去怕 你的王是取出离机来 这个是一个symbolic 一个意表 他是带着和平而来的 他不是把战争带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意思 杀人就是平安 所以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 所以耶稣来是带平安 他不是带打仗 耶稣来是使灵魂得救 不是在政治上解救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没错 耶稣是以色列王 但是他不是把战争统治来的 他是来拯救罪人的 他是围着上帝的荣耀而来的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来教会的人不少 但是有多少位清楚 我们为何受洗 就像耶稣一样 看到耶稣的人也不少 但是有多少位知道 耶稣来到承诺身来是拯救人 而不是在政治上来解救我们的 所以来到教会的 有的信了耶稣 可能他们认为做基督徒 会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他们来教会 有的可能来教会 想要认识多一点朋友 做生意也比较好一点 就有partner 还有一些做生意的对象 有的以为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就可以一房丰盛的 我可能以前是欠赌债的 我信了耶稣 我的债务可以很快就还了 一定有人借我钱 或者有人先想 我来到耶稣的面前 多一个神也不错 我以前是拜拜的 我现在再拜多一个耶稣也不错 可能有些人来到教会 他们可能觉得说 耶稣是祝福的 耶稣会祝福我 耶稣会给我健康的身体 耶稣会什么呢 消灾解难 对不对 那我们是哪一类型的呢 如果我们存在错误的期待 弟兄姐妹 那么你就很难接受 耶稣之后会为主受苦 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 为什么信了耶稣 我的生命还是那么苦 我还是遇到困难 耶稣没有说你没有遇到困难 耶稣没有说你信了祂 你就一防风顺 没有啊 耶稣只说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祂会给你平安跟喜乐 祂会带领怎么样去夸生 但是祂却没有答应你 你信了祂之后 你生命不会遇到困难 但是祂却告诉你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找祂 祂就是你的避难所 祂就是你的山寨 祂就是你的岩石 祂就是你的hiding place 你的redeemer 你的救赎主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 为荣耀而易被受死 所以耶稣基督的20节到30节 那我们只读上这个黄色的字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要更快速一点 那23节说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 仍旧死一粒 若死的就借出许多的子力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赏赐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 那耶稣基督呢 就讲解有关于 拉撒路的复活的事情之后 他也讲解到 他的生命是要牺牲的 因为你还记得吗 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的门徒有警告他说 耶稣你不可以上去 你上去那边 犹太人要抓你 要害你 你不可以上去 但是耶稣说 他要上去 因为他知道 这条路他必须走的 他的生命必须焦电 他的生命必须受死 再加上 人才可以从他的复活当中 得能力 得生命 得永生 所以他就说了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的 他仍旧是一粒啊 所以这个麦子是指什么 麦子是指耶稣基督 落在地里死的 这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基督不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里面的荣耀的生命 就不能被释放出来 许许多多人的生命 也不会因作他荣耀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而得到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 死了 埋葬了 复活了 起来之后 他的生命就带出了能力 就如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没有让耶稣来对付 我们还是活在牢我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影响人 我们只是为短暂的事情 来牢牢而已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被耶稣翻转了 跟着耶稣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一同活起来的 那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所以耶稣死了 他才可以复活 对不对 所以复活的生命就成为终人的祝福 所以凡是让我生命与耶稣基督一起钉死之架 一起埋葬了 所以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 当你受洗的时候 你的牧师为你受洗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说 我奉生父生子 圣灵的名为你受洗 让你归入基督的名下 以耶稣基督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对不对 受洗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宣讲 就意思说 我们的生命 因着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同样的 要与耶稣基督一起的同钉十字架 一起的埋葬 就是我们旧的生命 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然后一起埋葬 埋葬就是表示完全的死去的 我们的老我要死去的 当我们从水上上来 受洗的时候 从水上来的时候 就是意表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从今以后 我们要活出一个有见证 为神荣耀而一杯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三者一节说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挤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当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顺服世界的王 世界的王 是自我为中心的王 你看弟兄姐妹 当我们接受世界的观念的时候 世界的观念就是告诉你 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照顾自己 不需要顾念别人的事情 你看通常世界就是这样的一种的 怎么讲 自私的 但是耶稣基督在菲律比书说 我们不要顾念自己的事 单顾自己的事 然后要顾别人的事情 耶稣基督常常教导我们 不要只是想到自己 要想到其他的人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王 就在我们内心被赶走了 死了 跟耶稣基督一同定死之架了 最终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胜 所以创世纪说 我们要与耶稣一起同作王 就是这个意思 好 37节到50节 我们来谈一下 37节说 耶稣说了这话 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 还是不信 这个就是关键 44节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心 而那猜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猜我来 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然后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 不是要审判你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误会说 哦 耶稣常常定我们的罪 耶稣不定人的罪 耶稣来 耶稣来是要拯救你 是要拯救你 是要拯救你 是要给你永远的生命 耶稣来 他不是要定你的罪 耶稣来是要拯救你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行的很多的神迹 但是犹太人却不信 所以耶稣说 你们受审判 是因为你们的不信 成为了你们的审判 如果你们信 你们肯定不受审判 因为我来 不是要审判你 我是要让你相信我 我是要把永恒的生命给你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看到 这些人不信了 他就隐藏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信与不信 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已经是知道神的话 也有摩西五经 成为他们的见证 但是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因着保住自己的地位 因为他们看到 跟随他们的人 一个一个离开 去相信耶稣的时候 你看 施洗耶汉跟当时的犹太基斯文 是很不同的 施洗耶汉很清楚 他来的世界 他的目的是要荣耀耶稣基督 所以当他的门徒 去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没有伤心 他没有生气 他反而说 我要衰微 他要兴盛 对不对 我要越来越衰微的 耶稣基督要越来越兴盛 但是法利赛人 文师 祭师 他们是为自己的 他们做些什么 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以世界的角度 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当他跟随他们的人 跑去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会很生气吗 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但是耶稣基督就给我们看到 他要讲的也讲了 他要行的也行的 所以耶稣基督说 如果你信我 你不是信我的 你乃是真正信那猜我来者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讲的就是 在教会里面 我们跟随教会的牧师 跟随教会的传道人 是没错 但是要注意的事情 传道人必须把弟兄姐妹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最终在教会 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很尊重 教会有牧者 他的教导非常好 但是我们不要拥戴一个牧师 一个传道人 或者是一个服侍神的 的一个仆人 拥戴他成为比耶稣更高 那个是错的 我们看到他们 虽然他们忠心的教导神的 但是他们是要指引你 到耶稣的面前 而不是指引来到他们的面前 同时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不要过分的 拥戴你教会的牧者 我们需要来拥戴耶稣为王 那是很重要 连耶稣基督也说 你们来信我 不是信我 乃是要信 那才我来者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 因着他们不相信耶稣 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 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 乃是因为他们 不想放弃自己的地位 他们看中的是自己 而不是看中的 这个天国的事情 他们是要荣耀自己 以至他们不信耶稣 所以很多人不信耶稣 其实是自己的 觉得他们可能信了耶稣基督 会失去很多的东西 他们不敢为生 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自己的地位比较重要 如果信了耶稣基督 他们就好像失去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不来信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要来思考这个问题 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这时候呢 我们以这首诗歌 来回应我们的神 感谢大家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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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